HELLO 大家好 我是点亮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版的赛车游戏 在这集影片 你将会学到如何选一台自己喜欢的赛车 如何设计赛车轨道 如何使用键盘来操作赛车 来让游戏更好玩哦 说到赛车游戏 大家近几年玩到的是接近真实版的赛车游戏 说真的啊 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这到底是游戏还是电影 再来就是合家欢乐的马力欧赛车游戏了 主打可以多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一起玩 你目前在画面上看到的有四个人一起玩 那么时间再往前推个几年 2D版的赛车游戏是长这个样子的 完全平面 颜色层次分明 在更早期的赛车游戏就是接近任天堂红白机的画面 比较像是我们这集Scratch做的游戏画面 不过Scratch会再更简单一些 要处理的细节不会那么多 我们先练习赛车的基础功能 以后再来做更难更复杂的功能哦 到这边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看看程式怎么写吧 写程式我们要用模组画思考 一个一个来完成 只要步骤对了 你一定做得完哦 我们很快的来分析一下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个阶段 我们来设计赛车轨道 以及选一台喜欢的赛车 第二阶段 控制赛车行进的方向以及速度 第三阶段 设计游戏输赢的条件 这边我们设计游戏赢的条件 是开到终点 碰到终点的颜色就赢 游戏输的条件 是不小心开离轨道 碰到出界的颜色就输 第四阶段 加入更好玩的元素 泥巴障碍 以及加速箭头 对以上这四个步骤有了基本的认识以后 正式开始进入程式的编辑 第一个阶段 我们来设计赛车轨道 以及选一台喜欢的赛车 首先为了避免危险 我们先暂时将Scratch的小猫 带离观众席 离开赛车现场 小猫对不起了 我们找到小猫的图示 点一下蓝色的叉叉来删除小猫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赛车轨道吧 在右下角点一下舞台 再到左上方 点一下背景的叶签 点一下转换成点正图 再点一下填满这个图示 我们先来画赛车轨道旁边的草坪 点一下上面的颜色这边 选一个类似草坪的绿色 这边需要选择 即调整一下颜色 然后在这个绘画区点一下 就会将颜色填满了 这个跟之前在电脑用过的小画家很像哦 如果有使用过小画家的朋友们 相信可以很快学习这个Scratch的绘画功能 接着我们来画赛车轨道 选择另一个笔刷工具 选择灰色薄油露的颜色 这边我们也要选择即调整一下颜色哦 接着我们会看到笔刷旁边有一个预设为10的这个数字 10就是笔刷画下去的粗细 为了让游戏不要那么快Game Over 我们直接调到最大值100 然后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来画跑道 跑道怎么画都可以 轨道越粗车子越不容易出界 但是可不要粗到一种填满整个画面 这样游戏可能会失去挑战的乐趣哦 因为我不管怎么走我都不会碰到都不会出界 总之设计游戏的精神就是先让我们自己要觉得好玩 别人才会觉得好玩哦 接下来我们要给游戏一个终点的颜色 这样才能判断游戏是否赢了 我们点一下笔刷 选择红色 这边我们要来调整一下颜色 再把笔改细一点 我们改成30好了 然后在我们想要的终点画一条红色 再来就是重要的选角阶段哦 在右下角点一下猫咪的这个图案 然后选择一个角色 为了快速找到合适的角色 在左上角的搜寻输入car 这个车子的英文单字 你们看是不是会出现一排车子 选择一台你想选的车子 诶 这里怎么有两个怪怪的东西啊 一条围巾跟一只很可爱的鲨鱼诶 啊 我知道了啦 是不是因为维巾的英文里面有car 这三个字呢 那鲨鱼勒 shock shark 诶 鲨鱼没有出现这三个字啊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鲨鱼会出现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角色选进来以后 就先放到开始的位置 然后再调整一下尺寸 我们这边调整为30 如果你跟我选不一样的话 原则就是把角色缩小到可以在赛道里面行走就可以了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调整一米米小也可以哦 只是太小的赛车会走的很慢很慢 待会你就知道了 好了 设计赛道以及选择赛车就完成了 第二阶段 控制赛车的行进方向以及速度 我们要来做一个功能 我们要来做一个功能是 控制赛车行走 方向以及速度 还记得之前说过 要做一个功能 首先要有一个绿旗作为开始 这个也很像赛车的正式比赛 场上有人拿着棋子 挥下去的那一刻 比赛开始 我们点一下赛车 我们的程式功能要做在这台赛车上 从黄色的事件拉一个绿旗 我们先让车子动起来 到蓝色的动作 拉一个移动 改成一点 再到橘色的控制 拉一个重复无限次 包住这个移动 让车子自己往前 为了模拟真实世界的车子 所以这边我让赛车自己往前移动 在没有踩油门跟煞车的情况下 自己会慢慢的往前移动 点一下绿旗来测试看看 嘿!你们看!赛车自己往前移动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写程式的重要的步骤 叫做初始化动作 简单的说就是让游戏 每次执行的时候都能回到一开始的状态 一开始的那些设定 这样每次执行 才会是固定的 不会被上次的执行动作所影响 那这边的初始化动作就是 我们要来决定赛车一开始的位置 以及赛车一开始的方向 到蓝色的动作找到定位到 以及面朝几度 将面朝转向到正确的方向 例如我们转向到这个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做另一个功能是用键盘 来控制赛车的行进方向以及速度 要做一个功能就是先从黄色的事件 找到绿旗 我们待会要做四个判断 分别是第一 第一 当按下左键的时候赛车往左转 第二 当按下右键的时候赛车会往右转 第三 当按下空白键的时候赛车就加速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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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按下B 键的时候 赛车煞车静止不动 等一下我们要做旋转度数 这里我们要带入国小数学的角度姿势 我们在数学有个两角器 比较常见的是半圆形的两角器 那么我们等一下要让赛车往左转或是往右转的角度 会是这个样子 赛车朝前面的那个方向是0度 假设我们要旋转5度 那么就是两角器的旋转5度的方向 旋转完后赛车朝前面的那个方向又变成了0度 好了以后我们来做判断条件 第一个判断我们到橘色的控制找到如果那么 再到淡蓝色的侦测找到键盘被按下 然后放到这个跟它一样形状的这个地方 点一下选择向左键被按下 接着到蓝色的动作找到左转 我们将度数改成5度 第二个判断 跟第一个判断很像哦 到控制找到如果那么 再到针测找到键盘被按下 点一下选择向右键被按下 接着到动作找到右转 将度数改成5度 第三个判断 到控制找到如果那么 再到针测找到键盘被按下 点一下选择空白键被按下 接着到动作找到移动 将度数改成1点 第四个判断 第四个判断 到控制找到如果那么 再到针测找到键盘被按下 点一下选择英文B这个键 ABC的B这个键 B键被按下 接着到动作找到移动 这边我们要将度数改成-1点 -1点 所以待会按下B键 赛车会停止 最后再到橘色的控制 找到重复无限次 一口气包住这四个判断式 让游戏不断的去侦测这四个判断 只要符合其中的一个如果条件 就去执行那么的动作 我们来测试看看 为了避免待会会手忙脚乱 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 待会赛车会自动往前走 我们的右手放在键盘的左键以及右键 位于键盘的右下角这个区域 控制赛车的左转以及右转 那我们的左手就可以放到键盘的空白键 以及英文的B键 空白键是让赛车能够自动加速 英文B键很好按 它就在空白键的上面 是为了让赛车能够及时停止 我们来点绿旗测试看看 滑鼠点了以后 就马上将手放到键盘上进行操作 好了 控制赛车行进方向以及速度就完成了 我们这集影片先做两个阶段就好了 下一集再带你设计游戏的输赢条件 以及加上赛道上更多更好玩的元素哦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就点个赞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有趣好玩的城市教学 就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点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